大家好 今天早晨一过来看小杨生了 这是第一个妈妈 她生了两个 这是个双胞胎 刚才还满地跑挺精神的 估计现在折腾一圈累了 这妈妈也警惕在这看着我 这妈妈也真不容易 然后往那边一看 结果也有一个妈妈也生了一个 她生了一个 刚才费了半天劲 因为今天下雨 结果把他们赶在这片地方里边 希望他们有一个地方能够避雨 看吧 心里其实还是挺高兴 其实也挺担心的 结果把他们和其他的羊都隔离起来了 今天的天气不好 今天一会可能会下大雨 这小羊们来的也不是时候 其实心里还是非常的担心 好吧 那以后会经常给大家发布 关于小羊的视频和照片 希望大家喜欢 下大雨 下大雨 你说可怎么办呢 你说 这羊们也傻 那有棚子她也不知道进去 下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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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嗯 这几只羊驼在旁边整整看了一天了 一直就在旁边一直在好奇的在看着这发生了什么 这几只羊驼在旁边整看了一天 上帝造物 哇,真是神奇啊! 然后你看看我们的观众 羊驼都围在旁边在看 明天不下雨的话 我就把它们都放开了 就让他们也进来 今天呢,因为下雨 就临时把它们隔离起来 加上也是生下来的第一天 这帮羊驼我们非常的好奇 这个看起来也要生了 大概也就是一两天的事 剩下的都在别的地方 这个站起来 这个站起来 看着非常健康 我发现有了孩子以后 看着那羊妈妈的那个表情啊 整个的脸都变了 特别的具有母性 会吃奶吗?不知道 应该这是天性吧 那只在睡觉呢 能看得出来那个小肚子在动 哎,醒了 你看那羊妈妈的奶还挺多 嗯,醒了 嗯,醒了 你们怎么走到这来了 看着那两个小子 基本还是蛮健康的 总算是不下雨了 看着那小羊的心都化了 气湿 8 5